现在这雨下大了 听见声没有 滑滑的 在车里边看看电影 吃吃薯片 我就喜欢在这种 没人的地方 特别安静的地方露营 特别舒服 之前在那种市区露营啊 在路边特别吵 晚上睡不好觉 又会一辆车 这边特别安静 看电影 现在是晚上9点14分 还没有下雨了 听见声音 在我的小车里边讲了视频 一会准备休息 现在车内温度是28度 正好不冷不热 不过有点潮 你看这个湿度 有点潮啊 75度 打开车门 看外面 下雨了 哇 下雨了 看 不是很大 萌萌细雨 现在是晚上12点58分 准备休息 电脑还传着视频 快传完了 休息在这呢 能听见吗 外面下雨了 我把灯关了 刮啦 刮啦 把灯关了感受一下啊 听听声音 我把这个天窗已经关上了 不然肯定漏雨了 灯开了 我这个小帐篷灯让我放哪儿了 看过视频的应该还记得吧 我之前有帐篷灯的 但是前段时间眼睛 这个发眼睛就一直没用了 找不到 刚才找了一圈没找到帐篷灯 这个耳塞一点都不好用 睡觉的话塞得很紧 第二天早上就掉了 不用了白买了 我看到之前有人评论说 推荐我买什么耳塞 挺贵的我记得 好像一个耳塞好像一百多吧 然后我不打算买了 我这个耳塞实际上就是别人推荐我买的 好像二十多吧 诶好像跟那个眼罩一起买的二十多 好像是 不太好用 我现在不打算买耳塞了 以后停车尽量找到那个安静一点的地方 我现在在找这个帐篷灯 真的好像丢了呢 什么情况 看看这柜子里边没有 没有 这是我的凉席 前几天还铺上了 现在又得把它收起来了 今天下雨 而且挺潮啊 我这个床盖 床垫都挺潮的 这帐篷灯放哪了还能丢了 刚才翻了一下 我这个床椅下面 这都会去 手夹的 这里边也没有啊 帐篷灯还能丢了 现在是一点零八 外面下着雨 我现在在这边的野外 你们能听到吗 外面是不是有什么声音 听 能不能听到 当当当当 什么声音 我之前 11点多的时候 开门 看过 这边的路灯 已经完全黑了 能听见吗 好像是 这边穿过来的 能听到吗 大半夜一点多 什么声音的 刚才还没有呢 突然出 突然出现了 我现在不敢开门出去看了 也太晚了 还是在车里边比较安全 什么声音 当 就像敲门上一样 不管那啥事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是不是 俺是个好人 啥也不怕 继继续找我的 照目灯 不管那什么声音 一会儿 找到照目灯 睡觉 我拍这个视频 不是装神弄鬼啊 这声音之前是没有的 之前这边也下雨 是没有这个声音的 现在半夜一点多下雨 怎么就有这声音了 有节奏的 荡荡荡荡 就这种声音 耳朵听是很清楚 视频不知道 能不能拍出来 不过来 不过来